芙蓉鸡片 湖南俗称芙蓉国 毛主席曾经有芙蓉国里尽昭辉的赞誉 香菜厨师以鸡蛋青象征白芙蓉 制成了这道极富地方色彩的芙蓉鸡片 原料有白菜包 鸡蓉250克 水发冬菇50克 红番茄片200克 火腿片20克 冬笋片50克 还有蛋泡糊 调料有 精盐5克 味精2克 料酒25克 胡椒粉0.5克 水淀粉50克 鸡油15克 芙蓉鸡片在制作时 鸡蓉加盐 清水 放入 淡泡糊 与鸡蓉拌匀 羊蓉鸡蛋 元金 再加入水淀粉 锅上火放入油 烧至三成热 用手勺将和好的鸡蓉 淋入锅中滑熟 鸡蓉 沥浸油 锅内留少量底油 放入冬菇 冬笋 菜心 再加入盐 味精 胡椒粉 把粘连的芙蓉鸡片 揪断放入锅中 微靠 汤汁开后 用水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装盘即可 芙蓉鸡片制作的关键是 掌握好烫鸡片的火候 时间长了 鸡片容易老 短了 成品容易松散 它的特点是 肉结白鸡片 肉结白鸡嫩 鸡片的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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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